你对世界气候的了解可能还没有对鸡腿了解得多 有些地方极寒极热 最低温度能够达到了一下89摄氏度 还有的地方风速为240千米每小时 所以本期大可看气温话题 温度最极端的地区 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最干燥的地方 南极州有个没有冰雪的神奇地方 叫做麦克莫多干燥谷 这里就是个极端的例子 实际上麦克莫多干燥谷 冬天的气温也在零下20摄氏度以下 但因为水气被附近的山挡住了 因此山谷里异常干燥 根本没法下雪 这里类比火星上的极端涌动土 在这里似乎没有任何生物 即便是这里的水库也常年被冰覆盖 也只适合藻类细菌繁殖 最冷的地方 南极州的极点并不是最冷的地方 全世界最冷的地方 在俄罗斯南极的东方科考站 这个站点的海拔比南极点要高600多米 海拔高达3488米 因此这里的温度比南极点要低6摄氏度 这里常年保持零下80摄氏度 俄罗斯曾在这里监测到了 目前全世界最低温度的记录 零下89.2摄氏度 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最低温 听到这样的温度都忍不住抖腿啊 南极州的联邦海湾被吉尼斯世界基督大权 和国家地理地图级正式列为 求上风力最强的地方 据相关测试显示 联邦海湾的风力强劲而稳定 风速可达240千米每小时 年平均风速为80千米每小时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开过汽车的人应该很清楚 在这里的冬季 人们到户外简直就是在掌掠 强壮的成年男子也会被风刮走 一般人都不敢到张的地方 最冷最热的城市 西伯利亚小镇V镇位于北极圈以内 一直以来被称为全世界最冷小镇 这里冬天的气温曾低至零下67.7摄氏度 以前它总是以冷到窒息 登上到各大国际媒体 但是到了6月份这里的温度 飙升到了38摄氏度 热到创下历史记录 也就是说这里承受着冰火亮中天 至于最热的城市 要属墨西科里奥科罗拉多 这里靠近索诺兰沙漠 在炎热的夏天温度高达52摄氏度 最高温度曾达58.5摄氏度 温度最高的地方 就在去年8月份 著名的死亡谷国家公园 成为了地球上最热的地方 该记录正在由美国国家气象局验证 如果得到确认 它将成为自1913年以来 地球上记录到的最高温度 据说这里阴凉柱温度为56.7摄氏度 地表温度超过93摄氏度 要想横穿死亡谷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